爱就要大声说出来 这是由珍珠美白养服专家 金润珍珠独家冠名播出的 辽宁卫视完美告白 我是土磊 欢迎所有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同样热烈的掌声 送给年代团的观察员们 同样也欢迎你们 好 我们接下来有请第一位告白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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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分都没用 我想还给她 我真的特别特别地想她 我们已经三个月没有见面了 我们把这事仔细说清楚一点 好吧 你们什么时候认识 三年前 我跟我男朋友是在火车上认识的 火车上认识 我们一路上聊天非常的开心 然后到这一路上认识 他就是跟我一路上认识的 他就是跟我说他特别喜欢我然后就追求我当时我在天津的时候是做商场导购的工作 商场导购 对 他就怕我对他就怕我一个人工作太累了 他就怕我接触到不好的人 他就让我辞了工作了他每个月给我一万块钱的生活费 你接受了 我接受了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跟他在交往了 那年你多大 那年我二十岁 这事你爸妈知道吗 我父母知道 我父母非常喜欢他 每年过年回家的时候都陪我去看家人 给他们买东西买礼物什么的 我想问一下那个男生他干嘛的这么有钱 就是工程施工然后房地产方面的 你刚才还提了一个问题 你说我再也不跟他提结婚的事 对 就你认为他离开很有可能你跟他提结婚的事有关 对因为一说到结婚他就让我等等等 然后前一段时间我又说 然后他说你要再跟我说我们就分手吧 那你有没有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反感呢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我去那公司找他 我想尽各种办法都没有找到他 你不认识他的朋友他的家人吗 我问他朋友关于他的一些事情他们都不知道 我的电话一直都是关机要不然就是不接 所以我只能来到咱们节目组了希望节目组能帮我找到他 问他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还给我忙卡利打五十万是什么意思 其实如果单纯从数字上来说 五十万加上一年一万 一年十二万三年三十六万 再加上这五十万是八十六万 你把三年的时光用八十六万的价格卖给了他 包括你的自由 我们的感情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如果他一直以来没有给你这样的生活上的帮助 你们的感情会继续下去 会继续下去 我不是因为他给我钱所以我才喜欢他爱上他的 不是因为他有钱所以我才喜欢爱上他的 妹妹我觉得你这真是一份糊涂的爱呀 就是这个男人他是不是已婚 有没有孩子这些你都不了解是吗 对 包括他真名是否是康德户口本身份证这你都验过吗 没有 我觉得这个非常值得怀疑 首先你没有见过他的父母 很可能这个人就是一个已婚男人 只是经常出差在外 人比较寂寞 觉得没法给你终生的承诺 然后最后就给你一笔青春补偿费 我有一种比较大胆的猜测 就是很有可能是他的生意上面出了问题 资金周转不行啊 或者说是因为你不懂 他不会把工作上面事情告诉你 他有他的压力 妹妹有没有影响 因为他有两个是两情相悦的话 所以的话他们非常希望能够开花结果 而今天他带来的五十万呢 正好就证明说他并不是为了钱 他是为了爱 这跟爱没有关系的 即便他给你钱也不代表是爱你 还有你也不要钱 增强夫妻性生活 让女人尖叫 提高男人战斗力 28天彻底告别快男 软男 记住谢医生微信 9530 82 982 你跟这39岁男人谈的是什么 我觉得年龄不是问题 因为我能给予他任何心灵上的安慰 你想用婚姻改变你的生活 这是一种赌博 因为你现在这样的状态 没有独立的判断 没有独立的见解 你也会在婚姻当中 过得很糟糕的 所以说来说去 你要变成一个独立的女人 成熟的女人 而不再只当一个乖乖女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要 一味地去怪这个小妹妹 其实王小静在刚刚跟康德 接触的时候自己只有19岁 对于他来说在精神上 在这个财务上 能够给他一些支持的就是康德 所以他这三年 他所有的时间精力 包括情感 全部注入到康德的身上了 年龄选输17岁的小静和康德 一个是北京人 一个是河北人 火车上的邂逅 让两人心生爱意 三年前 小静离家独自到天津工作 康德 给予了物质上极大的帮助 随后 两人确立恋爱关系 小静听从康德的安排 辞去工作 生活在康德 为他租来的家中 在两人恋爱期间 康德每个月 给小静固定了支出 却不定期地出现在 小静的生活中 随着时间的退移 小静对康德的依恋 日益浓烈 随之提出了结婚的要求 可是就在三个月前 康德留下一张 五十万元的银行卡之后 消失在小静的事业中 那么 小静神秘的男友 会出现在 今天告白的现场吗 真实的情况 可能还是需要 双方来讲述 我们非常希望 康德今天能够来 非常希望 他不是我们 所想象的那个样子 也非常希望 你能够得到 你想要的结果 接下来请站到 开启告白之门 按键旁边 问你几个问题 第一 如果康德 今天来了 跟你说 这三年来 之所以不跟你结婚 就是因为我有家庭 因为愧疚 给了你五十万 所以你现在 要退出我的生活 可以吗 我退出他的生活 好 我们为他鼓个掌 第二 如果康德确实是单身 但他只是不爱你了 五十万同样作为补偿 要你退出他的生活 你怎么做 我不要补偿 五十万补偿什么呀 买我的青春本 不可能的 那你退出他的生活吗 退出 也退出 好 有志气 再给微大鼓子掌 还有如果是第三种原因 就像李嘉里所说的 康德跟你说 因为事业上出了问题 他现在是个穷光蛋 甚至在外面负债累累 那五十万是他仅有的钱 他非常抱歉 他现在给不了你安逸的生活 他要退出你的生活 让你去寻求新的幸福 你怎么做 我不要他的五十万 我连之前他给我的每个月一万块钱的生活费我都没用 我直接都还给他 你都存着吗 对 我都存着呢 我用的是我自己以前上班挣的钱 所以你接下来会怎么做 我会跟他一起渡过难关 如果他同意的话 把手放在按键上 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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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回 我刚才问你三个问题 没有遇到第四种 他压根没来 那怎么办 他要是这辈子就不见面 你就握着这五十万就问不到一个所以人 你又做何选择 不可能我去北京找他 你不是找了没找着吗 我一定要找到他 问他为什么不跟我结婚 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男人之所以不出现 你快出来这么久不见了 你不想我吗 你别闹了好不好 你别闹了好不好 你别闹了啊 我们都结束了 你别闹了好不好 跑到这里来闹 你好 你好 我是康德 你刚才说结束了 是指跟他的之间的感情结束了 是吗 对 原因是不爱他了 又或者是别的原因 原因在这里我不想说 我只想告诉他 见好就说吧 是可而止吧 不要再闹了 你如果不说原因的话 你还不如不来呢 其实据我所知 男人真正要分手的方式 就是彻底的不见 你根本连这都不用来 你来了之后又勾起了他的思绪 你又不告诉他原因 你刚才也听说到了 天涯海角也要找到你 所以我觉得你最好让他死个明白 工作你的忙我都能理解 你出来好了 我现在要照顾孩子要照顾你 我还要照顾生意 我一堆事焦头烂额 而你现在每天就知道 结婚结婚结婚一再逼我结婚 你不知道你很烦吗 我没有跟你老逼着你结婚 我只是一商量太多 问你的 我可以等你 你的工作你的辛苦你的忙我都能理解 你为什么就不能出来见我呢 我能到这里已经很不错 你现在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离婚了吗 你说这么多话有意思吗 已经结束了就是结束了 再这样拖拖拉拉没有意思 小静你不要再纠缠了好吗 我们之间的距离不是因为 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有离婚 你现在是不是还处在已婚的状态 所以你这么拒绝 你别闹了好不好 之前我跟你说过 我离过婚 我也有孩子 现在我孩子七岁了 我让你等一等 我的孩子现在还不想 在这个时间段接触一个外来的女人成为他的妈妈 而且现在我的工作不是很顺利 我知道你现在非常忙 我都能理解 你出来先好吗 难道你现在就是想结婚吗 难道你人生就是结婚生孩子吗 我给了你五十万 你把我想成什么了 五十万就能买到咱们之间的感情是吗 觉得我是那种人吗 五十万不是说买感情买感情 我觉得我还是个男人 我能在最后给你五十万 现在我的条件并不好 我结不回账来 这五十万是我的所有 我不要到五十万 我这五十万已经是我的所有了 我给你 我要你 让你去买个房子也好 我自己做点什么也好 知道吗 出来好吗 我不会出去的 我能来到这里已经是我的底线了 你这样你安静一下 我问他几个问题 来康先生 除去以上的压力 你还爱他吗 没有了 没有爱 还有一点我想问一下的是 至少你比他年长是七岁 你曾经有过婚姻 那么你在接触他之后 已经有三年时间 你还去见过他的父母 我们都可以认为这样的一个步骤 应该是往这婚姻方向走的 要不然你不会去见他父母 对不对 所以说他提出结婚的这个要求 似乎也合情合理 你觉得呢 如果站在他角度来说 我觉得合情合理 如果你一开始就想好跟他在一起 不想这么早结婚 那么你为什么要去招惹爱情 每一对恋人 他们在交往的时候 都不会想到自己最后 是否是结婚还是分手 但是都开始交往了 对不对 所以我也和他说过 我说可能没有结果 如果有结果的话 你可能要等 等我的孩子能够接受你 你觉得这样分开 不是很可惜吗 毕竟相处了三年 而且他为你放弃了很多 放弃了朋友 放弃了工作 你不觉得这种付出感动你吗 我找到他 我觉得就是能给我一个 安静的 并且清静的这么一个环境 然后呢 慢慢的慢慢的 他就总要逼我结婚 他总在逼我这一年当中 除了见面逼我 打电话天天还是说结婚结婚 那如果一个人这么逼着你 而且现在我的事业 还在低骨气 我已经够交通了 我知道你现在非常忙 我都能理解 你出来才好吗 他现在说不结婚了 可以还在一起吗 我认为没有必要 如果他还要继续地 像之前那样听话下去 我觉得还好 但是在这一年当中 他变得太多太多了 你刚才用的一个关键词 他如果像以前那么听话 我们就还在一起 是这个意思吗 你怎么理解听话这两个字 之前我认识他的时候 我跟他说 我说在家里面 不要出去工作了 他说好那我在家 我说我今天可能不回来了 或者我这周不过来了 我生意比较忙 他说好那你就去忙吧 什么都都不会问 我不知道最后 他是走的 我们俩走了这一步 他现在还要到我的朋友 那去调查我 我没有调查你 我只是想聊 我只是想你更多一些 那不叫调查好吗 那这些东西 都跟他以前是完全不一样 他已经变了 而且变了很多 你不觉得他的改变 其实跟你有很大的关系吗 如果他有自己的事业 自己的工作 他有事可干 他不就不会这样 无事生非了吗 是你让他不要工作 不要跟朋友接触 他的世界里只有你 现在你又不给他一纸婚书 他能不这样走向极端吗 问题是我现在的工作压力 特别大 我已经厌烦 你不觉得你很自私吗 天天这样说 你除了钱之外 给了他什么 你给他的钱 而且他从来又没有花 你知道吗 包括这五十万 包括你以前 每月一万的生活费 他都在那存着呢 他今天甚至说 想还给你 如果你的生意 到了低谷 他愿意跟你一起 共渡难关 这样的一个女人 你还不珍惜 你还想找什么样的 除非你现在就是 已经有老婆的人 他想的太简单了 从你刚才的叙述当中 康德 你只是想到 他给你带来麻烦 问题是 你给他的生活 带来什么麻烦呢 他的家人都见过你 家人的认为 你是最合适的 结婚顿像 如果你现在把他甩掉了 这样 他怎么面对他家人呢 如果让你的孩子知道 一个爸爸 是这样对待 另外一个人的 爱的人的 他会学的是什么 如果说我要把 小婧娶回家的话 他要不合适 做一个好的母亲的话 那还不如现在这样 亲爱的 你出来好吗 这么长时间不见了 你不想我吗 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 你既然来到了 你为什么就不能来到舞台 跟我见一面呢 你知道我都每天怎么过的吗 我每天出门买东西 我都不敢 我怕你回来 我出去 我们就错过了见面的时间 我每天都会做两个人的饭 可是我却一个人吃 你知道那种滋味多难受吗 每天晚上都会把你的衣服 去套好 去挂好 我希望第二天早上敲门的是你 可是我所有的希望都化成泡沫了 你怎么能这部演技伤害我 难道呢 你忘了我们之前最美好的曾经了吗 你是想我不会工作吗 没关系我可以重新找一份工作的 其实你知道我是特别有上进心的 你现在跟我说你离婚了 有孩子了 这些都没有关系 主要的是我们能在一起 你知道我天天在那个房间里面 有多害怕吗 我觉得我自己都快成了神经病了 我怕你永远都不见我了 我真的要发疯了 我今天终于见到你了 可是你却不见我 要把你温柔参与 我开始不再相信 童话中天荒的落的约定 你给我五十万是什么意思呀 你是想让我再买一套房子吗 然后呢 让我一个人 还是在那座空洞洞的 没有感情的房子里面 没有你的一切都是空的 都是没有任何意义和快乐的 知道吗 好 我 我 这个 我 这是我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没有把你温柔残忆 我不要你这五十万 我不要我不要 我要你啊 你出来好吗 你为什么就不能出来呢 我不要五十万 我理解你的辛苦 理解你的痛 理解你的难过 我什么都知道 好了小婧小婧 你别闹了好不好 你难道就是这么想结婚吗 我有什么好 而且我告诉你了 我还有个孩子 孩子现在也不能接受 对吗 我给你五十万 总比我什么都不给你 我不要你的五十万 我再说一遍 我不要 你可以扔了它 你可以给父母 你可以买房 你可以做生意 我不要 我还给你 我不要 我说过了 而且小婧 你还年轻 你刚二十二岁 你要规划一下自己 以后 你妈妈变成什么人了 还是你结婚的对象 你都不能去 就这样去依赖他们 依靠他们 好吗 我没有依靠 你误会我了 好了好了 不要再闹了 你以为你到这个节目 来到电视台 我就能和你结婚吗 更不可能了 好 你稍等一下 我们没必要走到这一步 稍等一下 让他考虑一下 康先生 是你给他钱 你又说他不要依靠 是你今天来 你又一定说要分开 其实有很多事情 我认为 至少你有三个地方 是有问题的 第一 你要是真的 为自己的孩子负责任 一心想 含辛茹苦地带大孩子 就会像有些 单身父亲一样 不去招惹爱情 全心全意地照顾孩子 但问题是 是你先追求的他 第二 如果要真的爱一个人 一定希望他快乐 但是是你让他 放弃了朋友 放弃了工作 第三 如果真的要好说好散 完全没有必要 突然之间 就消失了 这完完全全 证明了你内心 其实是悔解 所以说 如果以上三点原因 你自己内心 还能够感知到的话 你考虑一下 你是不是出来 但是我们尊重你的选择 来 把第二个现场关了 你还要他出来吗 你要他出来 还要他出来 他出来能干什么 你看他刚才 说了几句话 第一 不要依靠我 第二 我有什么好 第三 来个电视台 就更不可能 跟你在一起了 他就是奇幻 他平时不是 这个样子的 真的 那好吧 那我们来见证一下 是你了解他 还是我了解他 我们在这试一下 看他出不出来 来吧 到开启 告白之门的 按键旁 他要是这次 还不出来 你怎么办 他要不出来 我会尊重他的选择 我会考虑自己的 言行和以后的路的 好 来 为他鼓掌 来吧 我们再倒数五个数吧 好吧 看看是小静了解他 还是我们猜的对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四 三 二 一 亲按键 请按键 阿嬷 来 回头就把那张卡捡起来 来 回头就把每个月的一万 全都存这里边 以后见到它可以还给它 或者最好的方式我告诉你 就是把它捐给需要的人 好 这种行为可以证明两点 第一 我是不是一个可以被金钱收买的人 我尊重自己的个性 尊重我自己的人格 第二 我是个有爱心的人 既然你钱富裕 我就捐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每个人给它一起祝福吧 你还是过好你自己的生活吧 连它自己都说 无论你把谁当成未来的结婚对象 你都不要过度的依赖 我觉得这是它送给你的 比这五十万更有价值的东西 我希望你能够找回你的自尊跟你的自我 让对方尊重你 然后你要先尊重自己 这样才会得到真正的爱 一个好的恋人 是带你去看五彩缤纷的世界 去看你另外看不到的天空 但是呢 不好的恋人会把你缩到你自己的世界里边 看不到外边 但是我希望你以后呢 可以多出去走走 多看看 增加自己的工作技能 好好工作 努力也强大自己 强大了自己 才能够找到强大的另外一半 年仅二十二岁的小静 为了一份迷茫的爱情 三年中 失去了青春本该有的奋斗和激情 在康德决成而去之后 我们愿年轻的小静 能重拾自我 活出一个精彩的青春 和一份自信的幸福 特别想对康德说一句话 做人别太奸 会有一片天 做人别太滑 不然乱如麻 做人别烂情 有一个就行 做人别太狠 总有人更狠 好 我们掌声 来欢迎下一位告白者 好 好 我 Zither Har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你脸色有点蜡黄的 身体不太好了 因为我喜欢的男生是一个发型造型师 我为了见到他我就天天去他店里面做头发换造型 其实以前我头发很长 快到腰了 后来头发已经损伤了不行了 你知道吗 你一天做几只头发会损伤成这样 因为我平均一个月就是又垫又拉两三次 然后那个头发就 因为药水的问题已经损害到头皮真正了 这样轻轻一摸 那个头发就大把大把地掉 掉到头顶都脱了 那种感觉真的是很难受 我没办法只能去看医生 医生说要剃了 这头发还会长的吗 医生说可能还能长出来 但是不确定能不能长 这难道到底有什么魅力啊 让你这么吸引你啊 就是每次聊天的时候都会让我轻跳加速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看到一个人就是什么都不想说也不想做 只是看着他看着他 然后你就觉得很开心很开心的那种 那他知道你喜欢他吗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小姑娘我觉得你别犯傻了 这样的男人真的不能要 即使你仅仅是他的一个客户 如果这样去做头发对头发的伤害 他一定比你更清楚 他连这一点都做不到 还能做你的男朋友吗 我去他们店里面做头发的时候 不是他帮我做的 不是每次都在他手上 对对 所有造型就是看到我 都把我当成上帝一样 根本没有人会出来告诉我说 这样做头发是会伤害到自己的头发的身体 唯独是他告诉我说 不要这样伤害自己的头发 不要这样伤害自己 所以这一点让你有所触动 觉得他对人挺善良 不是唯离仕途 对 你喜欢他 你直接跟他说了 你干嘛要去老做头发干什么 其实 我以前有一个男朋友 我对他很好 几乎他的所有要求我都会去满足他 可是 后来拿着我辛苦赚来的钱 缺了别的女人在一起 然后 我知道过后 我们俩吵架 吵得不行过后 他还打我 就是他打的呀 这么打吧 对 都是他打出来的 我很害怕呀 因为我以前的男朋友是 就是年龄比我小 就我追着他 所以我也很害怕说 我这样子去追他 他也会这样对我 我想问你 就你做了这么多次的头发 你都没有去对他有过了解吗 他有没有女朋友啊 他是不是单身啊 或者说对他的一个人的情况 你都没有去跟他有过这样简单的交流吗 没有 如果他有女朋友的话 我就祝福他 我觉得他现在非常的需要得到支持 而且我非常认同他这种为爱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你看看他的头发 他已经伤害到自己了 头发都没有了 他只是选择的方法不太对 但是并没有给别人带来任何的伤害 他是默默的为了爱 喜欢这个男人 这种爱的方式是不正确的 你还支持支持什么呀 一直在伤害自己吗 在我们八年代 我告诉你还好他喜欢的是个发型师 万一喜欢一个整容医生怎么办 你不停的整不停的整就会看到他 有这样的事儿 这种态度 我觉得至少是应该得到我们支持的 你支持他 你还支持他伤害自己呀 怎么支持他的方法是错误的你知道吗 就以后不要再去烫太多头发 但是他这种爱的态度 难道不应该支持吗 难道不能够为自己想要的东西 为自己爱的人 然后默默去关注他付出 然后这样的话有什么错请问 我们都有权力去勇敢的追求爱 但是你不要因为爱去伤害自己的身体 什么爱不爱的呀 人家这个发型师到底有没有女朋友结了婚没有 有没有孩子你都不知道 你怎么叫爱呀 你这样叫做对自己不负责任 我觉得很多的女性呢 常常会有一种自虐的方式来爱别人 然后呢伤害了自己 就是这样爱的忘了自己了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先爱自己 然后人家会觉得你很可爱 要爱好别人先爱好自己 你把自己爱得到最后都已经枯萎了 你还拿什么来爱别人 你有那种去搞头发的这个时间 你完全可以去护理头发 你完全可以去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跟她表个白 这多简单的事情非要搞得这么纠结 我倒是挺理解这个姑娘的感受的 首先她在前面的情感当中受过伤害 而且是身体上的受伤 所以说她对新的情感还是很胆怯的 几乎是逃避的状态 其实你要更面对的是你的恐惧感 你的头发掉了就是对你最好一个提醒 你如何来解决你当下的情感创伤问题 现在我最害怕的是这男生有女朋友 那这头发真是白掉了 你们没有看到后面 你背过来看 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 后面掉的更厉害 吴颖彤对理发师中文书一见清新 可是由于在上段感情中 遭遇过创伤 这份难以启齿的爱 演变成了对头发 无羞耻的伤害 如果理发师中文书 在知道这女孩为她痴狂之后 她会来到现场 接受无影瞳的告白吗 我们来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恩键旁边 其实我觉得她光头挺好看 真的 如果中文书今天不来 你又没头发了 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呢 我会祝福她 我不会勉强 她不来 你也祝福她 你都不争取啊 不 给大家给她点勇气好不好 她不来 你也可以争取 除非她结婚了 你可以祝福她 你太需要勇气了 知道吗 把手放在按键上 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5 4 3 2 1 请按键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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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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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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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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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3 2 3 3 2 2 2 3 2 2 3 3 2 3 3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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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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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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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6 5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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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6 7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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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8 8 8 9 9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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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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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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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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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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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 如果你早点告诉我的话 或许你今天 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怎么那么傻 傻得让我有点心疼 你知道吗 相信我 你的头发会没事的 我会不会让你变成以前那个样子 我以后头发都长不出来了 你不介意吗 我不会介意 就算 下去之后 我们还会去找好的医院 看一下能不能把它养出来 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 你就是幸福的泪水 还是悲伤的泪水 我很开心 你开心啊 是他答应你的告白了是吧 行 头发熬没了也值得 我不后悔 以后不干这种傻事了啊 包括你想干这傻事 有他在也没用了 对不对 你是真的啊 你不是因为同情他啊 所以我们两个在一起 我想我们需要一段时间 好好的去了解 那我想问一下 我同时也问你 万一下子有一个跟你一样傻傻的女孩 也天天在这做头发 结果跟你一样吃 现在把头发弄没了 那可怎么办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比我更爱她 那还说什么呢 那就牵着手回吧 以后少吃 谢谢 当然他们这个结局很圆满 我们也都会祝福他们 但是我们必须对所有电视机前的 懵懂的少女说一句 千万不要用这样自我伤害的方式 去爱一个人 不是每个人都会取得这样美满的结果的 如果要坠入爱情 学会两样 第一是要自行 第二是要自爱 自行可以让你客观地判断别人 到底对你是陷阱还是祝福 自爱是先要爱好自己 才能爱好别人 爱就要大声说出来 这里是由珍珠美白养福专家 金人珍珠独家冠名播出的辽宁卫视完美告白 谢谢大家的陪伴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